更为重要的是 这最后一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 也改变了世界历史 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节再说 公元1259年初 强悍的猛军一路攻至钓鱼城下 当时的蒙古大汉猛哥亲率四万铁骑 日夜攻打 后来又追加到十万多兵马 打了整整半年 还是没能攻破钓鱼城 可与此同时呢 猛哥的弟弟叙猎物 率领着另一拨人马横扫两河流域 不费吹灰之力 迅速攻占了黑衣大师的首都巴格达 覆灭了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政权 阿巴斯王朝 看着弟弟一路凯哥做哥哥的猛哥 心里那不是滋味啊 有点着急了 在他看来 驻守在钓鱼城的宋军早该投降了 可如今却是丝毫没有认怂的样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公元1259年7月21日 百思不得其解的猛哥决定 登上瞭望楼市探一探秘 可是谁能想到 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呢 就被钓鱼城守军发现了 被重型的土炮击成重伤 是不治而亡 大汗猛哥一死 蒙古军队群龙无首 是溃不成军 更加重要的是 蒙古的统治集团内部 为了争夺大汗之位 是乱作一团 无心在战 为争夺汉位 忽必烈 把四川前线的四万铁骑 全部撤了回来 这使得南宋王朝的国运 得以往后延续了20余年 而原本在欧洲战场上 所向披靡的序列物 为了赶回去帮助忽必烈夺位 立即停止了对埃及的进攻 使得欧洲地区 没有被蒙古人继续蚕食 也因此 欧洲的历史学家认为 钓鱼城挽救了欧洲文明 称它为上帝遮遍处 而正是因为杨文的保暑三册 和他推荐的染氏兄弟 才有了钓鱼城 才有了这影响深远的钓鱼城之战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波州阳市是的的确确影响了中国 乃至整个欧洲的文明历史 而后为了抗蒙 杨文又一呼噜话瓢修筑了另外一座钓鱼城 叫做海龙吞 他中风利用了地险 地利 在地理上的一些悬崖 峭壁 山头 公式 生蚝 这些都被他利用得非常巧妙 他形成了一种一手南宫的铁桶金城 杨文 宝贝